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目标 作为产业链的中油环节 钢铁企业研发水平产品品质的提升 不仅能倒逼上游行业技术革新 更会推动下游行业的发展 本钢集团聚焦高端制造 积极推进钢铁主导产品 向高附加值供给端迈进 抢占行业制高点 在本钢板材技术研究院汽车板所 研究员杨波正在对今年钢研发的 CP980冷闸产品进行产品组织和夹杂物的分析 CP980冷闸富强钢 是他们2020年重点研发的新钢种 该产品具有较强的抗变形能力 广泛应用于需要翻边和扩孔的汽车零件上 研发过程中的我们遇到了很多生产方面的一些难题 比如说热闸组织强度过高 然后冷闸的连退的工艺窗口过窄等问题 然后我们整个我们研发团队通过从成分和工艺上的一个优化 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 目前本钢的CP980冷闸产品已经可以批量供货 近年来本钢集团聚焦高端制造 瞄准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大力研发性能优异品质稳定成本合理高附加值产品 成功研发出的E4340 4715等石油钻采用钢系列产品 特种车辆发动机用齿轮钢和防弹钢等新产品 均居国内领先水平 技术研究院重新整理和规划了我们产品的研发流程 并且把产品分类分成替代型升级型以及储备型产品 不同的产品我们都分别开发和制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案 严格按照新的规定进行规范性产品研发以后 整体上我们的研发速度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和保证 本钢集团每年对研究院的硬件投入 始终保持在1500万元以上 在奖金分配 平优 平线等各方面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 同时通过与高效和客户建立联合实验室 协同研发验证 把研发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打造上下游连接高效的研发系统 今年前10个月 本钢成功开发新品种36个 十四五期间 本钢集团将逐步建立起 与企业运营生产有关的数据大平台 确保输出一元一元多用 逐步实现全流程优化控制 全流程质量管控 产供销 全局优化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等 最终达到系统红向贯通 信息物理一体 纵向协同增合优化 有效缩短 产品的研制周期 降低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耗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提高生产运营效率 在行业竞争中 占出优势地位 本台报道